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视频我会讲 怎样可以估计你退休的时候 可以得到的CPP退休金 那我不会在这个视频 讲Quebec Pension Plan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 CPP由加拿大政府设立 雇主 雇员 和自雇人士都需要 为Pensionable Earnings供款 退休的时候 你可以拿CPP退休金 是需要纳税的福利 退休金的金额 取缺于你工作时的平均收入 你的CPP供款金额 和你开始领取CPP退休金的年龄 退休金是会随着Cost of Living去增加而增加 一般来说 开始领取退休金的标准年龄是65岁 但是你可以提早去到60岁 或者延迟到70岁开始领取 如果你提早开始领取退休金 你每个月领取的金额会减少 如果你延迟开始 你每个月领取的金额会增加 而延迟到70岁可以获得最高的金额 在2023年 由65岁开始领取退休金的每个月最高金额 是$1,306.57 那么在2023年1月 由65岁开始领取退休金的每个月的平均金额 是$811.21 平均金额和最高金额有分别 是因为要拿到最高的CPP退休金 你需要在你的工作生涯 最少39年内的公款 最高CPP公款 你实际的退休金是会取决于你的平均收入 你的公款 和你开始领取退休金的年龄 你可以通过My Service Canada Account 去估计你的CPP退休金 如果你未有My Service Canada Account 你可以注册一个账户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账户 你可以sign in 我会通过我的银行去登入 登入去账户之后 你可以选择CPP OAS 向下去到contributions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你的公款纪录 和估计的退休金 你可以选择CPP Contributions 去看你的公款纪录 也可以选择Estimated Monthly CPP Benefit 去看看你估计的退休金金额 它会估计你在60岁、65岁和70岁时 拿的退休金的估计金额 这些只是Estimate 你实际可以得到的CPP退休金 可能会有很大的分别 根据你是不是仍然工作 你未来的收入 和你还有多少年退休 你可以和你的Financial Planner 去讨论你的财务状况 它们可以帮助你分析你的财务状况 和帮你计划如何实现你的退休目标 希望这段影片的资料帮到你 谢谢你收看 希望下次再见到你 拜拜